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结构的嵌套进行了系统梳理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对算法实例与算法验证进行系统复习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第三课 算法实例与算法验证 本课将复习回顾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解析算法和枚举算法 二是排序算法和查找算法 算法实例主要内容有 解析算法 枚举算法 选择排序 顺序查找 对分查找 复习回顾一 解析算法和枚举算法 解析算法是指用解析的方法 找出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并通过表达式的计算来实现问题的求解 因此 解析算法的关键是将所求问题抽象成数学表达式 用以质量表达未质量 根据数学表达式设计算法求解时 算法结构可能是顺序结构 分支结构 循环结构 也可能是这三种基本结构的嵌套 每举算法 是指按问题本身的性质 一一列举出该问题所有可能的解 并在逐一列举的过程中 检验每个可能解是否是问题的真正解 若是则采纳这个解 否则抛弃它 在列举的过程中 既不能遗漏也不能重复 每举算法关键是 每举对象 每举范围和检验条件的确定 使用每举算法 设计算法求解时 采用循环嵌套分支结构 循环结构用于列举可能解 分支结构用于检验并得出真正解 一一列举可以通过循环结构实现 循环结构可以使用for语句实现 也可以使用dwell语句来实现 逐一检验可以通过分支结构来实现 可以是单分支结构 也可以是双分支结构 实现分支结构的语句是f语句 每举算法进行程序设计时 可以通过循环语句嵌套分支语句来实现 高师10岁时 老师在数学课上出了一道难题 把1到100的整数写下来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高师的答案上只有一个数字 5050 老师吃了一惊 高师解释了他如何找到答案 1加100等于101 2加99等于101 49加52等于101 50加51等于101 一共有50对合为101的数 所以答案是50×101等于5050 该问题中 高师找到了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同学们在数学课上 已经学习了等差数列 现在我们要求 所有两位正整数中的偶数字和 这个算法和程序 该如何设计呢 老师 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解析算法来解决 用解析算法解决问题的关键 是要找到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利用数学等差数列知识 我们可以使用等差数列求和公式 将手向A1加目向A N的合乘以像数N除以2 这样就获得了 解决该问题的数学表达式 学尔同学已经把 数学知识运用到算法和程序中了 解析算法的关键 是要确定数学表达式 它的分析是正确的 那该算法的流程图 该怎么设计呢 老师 根据对该问题的分析 我认为该算法可以采用顺序结构 我设计的流程图是这样的 学尔同学的流程图是正确的 那该程序又该如何编写呢 老师 我使用电影局定义了四个变量 变量A1 变量 AN 变量 N 变量 S 它们的数据类型都是整形 我编写的程序是这样的 学尔同学编写的程序 既规范又正确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在所有两位正整数的偶数中 求满足十位数字 加上各位数字的和 为奇数的所有数字和 这个算法和程序该如何设计呢 老师 我认为 用我们现有的知识 要找到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可以使用每举算法 来解决该问题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将10到98之间 所有的偶数 都一一列举出来 然后提取十位数字和各位数字 判断十位数字加各位数字的和是不是基数 如果是 就把这个偶数进行相加 小达同学的观察很仔细 发现可以使用每举算法解决该问题 他的分析是正确的 那算法的流程图如何设计呢 老师 我用循环结构实现两位 正整数的一一列举 用分支结构进行逐一检验 解决该问题的算法流程图 是循环线套分支结构 小达同学 对实现每举算法的基本结构 很清晰 他设计的流程图是正确的 那实现该流程图的程序 又如何编写呢 老师 我使用Deam语句定义了四个变量 变量i 变量s 变量a 变量b 数据类型都是整形 该算法中一列举是技术循环 可以使用for语句 逐一检验使用if语句 小达同学编写的程序是正确的 而且采用了缩进方式非常好 解析算法虽然高效 但是必须要有相应的数学表达式 有些问题不一定有数学表达式 无法使用解析算法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每一举算法去解决问题 复习回顾二 排序算法和查找算法 在新课学习时 我们知道被查找的那个数 被称为查找键 如果我们用一个变量k 来存储查找键 用数主存储被查找的数据 顺序查找的基本思想是 从数主的第一个元素开始 依次判断每一个元素的值 是否与查找键k的值相同 若某个数主元素的值 等于k的值 则结束处理 找到了指定数据 若找遍所有数主元素 但无任何元素的值 等于k的值 则结束处理 未找到指定的数据 顺序查找算法的特点是 对原始数据 是否有序 没有要求 按照数据排列顺序 一个一个查找 用循环结构 实现数主元素便利 用分支结构 实现各元素值 与查找键 是否相同的判断 老师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网站上注册时 如果新注册的用户名 与网站中 已经注册的用户名相同 网站会提示用户名已被使用 请使用其他用户名注册 网站是如何实现的呢 小达同学 你能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加以思考 并主动探寻其本质 说明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信息意识 和计算思维的能力 我们可以将小达的这个问题 分解成几个小问题 先来考虑如何利用顺序查找 在数主元素中 查找用户名 数主题中 存放了八个 已注册的用户名 如表所示 采用顺序查找的方式 查找用户名小达 是否已被注册 以下叙述 正确的是哪个选项呢 根据顺序查找的算法思想 若查找的数组元素值不存在 是不影响查找的 同样 存在相同的数组元素值 也不影响查找 所以 选项A和选项B是错误的 顺序查找 在查找到小达后 则结束查找 所以 选项C也是错误的 该问题采用顺序查找 从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开始 依次比较每一个元素的值 是否与查找件 T的值相同 到第七次时 找到小达 所以 选项D是正确的 小悦同学 对顺序查找的理解 是正确的 他的选择也是对的 我们利用顺序查找的算法思想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下面将对顺序查找的流程图 进行讨论 在数组D中 存放了八个不同的 已注册的用户名 如图所示流程图描述的算法功能是 在数组D中 查找用户名小达 是否已被注册 若找到 输出该数组元素的下标 若没找到 输出0 流程图空白处 应填入什么内容呢 判断每一个数组元素的值 是否与查找件 T的值相同 采用双分支结构实现 如果找到用户名小达 就要改变变量 Flight的值 所以编号为1的语句 是把一副值给变量 Flight 如果没有找到 要改变变量 I的值 所以编号为2的语句 是变量I的值加1 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 学阿同学的分析 是正确的 老师 顺序查找是按照数组元素的先后次序 从第一个元素开始查找 逐个检验是否和要查找的数据相同 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加 顺序查找的效率会降低 在之前的学习中 我们知道在规模为 65,536的数组中 查找一个数据时 如果采用对分查找 最多只需要进行17次比较 就能够得到查找的结果了 那么我这道题如何用对分查找解决呢 小达同学讲得很对 如果需要查找的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采用对分查找 下面我们就来尝试用对分查找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采用对分查找 数组中的数据必须是有序的 我们先用选择排序 对无序数据进行排序 在新课学习时 我们知道选择排序要经历这么几步 第一步 找到数组中最大的那个元素 第二步 将它与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交换位置 第三步 在剩余的元素中找到最大的元素 第四步 将它与数组中的第二个元素交换位置 以此反复 直到完成所有的数据排序 选择排序算法的特点是 使用打擂台算法 在每边带排序区得到最值 并与相应数组元素进行交换 使用循环结构实现多变操作 使用循环嵌套分支实现打擂台 开算法的主要操作是比较和交换 数据敌中存放了八个已注册的用户名 如表所示 采用选择排序 对数组敌中的数据 按费低增序列排序 第一遍加工过程中 进行数据交换的数组元素是哪两个 第一遍加工过程中 数据比较次数是几次 请说出第二遍加工过程中 带排序数据的范围 老师因为要求数组 第一中的数据是按照非递增序列进行排序 且加工方向自左向右 因此 第一遍加工过程中 是找出数组中最大的元素 将它与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交换位置 所以 第一遍加工过程中 进行数据交换的数组元素 是D8与D1交换 第一遍加工过程是 从八个数组元素中 找出最大的元素 所以 要进行七次数据比较 第二遍加工过程中 将在剩下的数组元素中 继续找出最大的元素 所以 带排序数据的范围是D2到D8 小雅同学的观察很仔细 分析也很正确 下面我们将对 第一遍数据加工过程的流程图 进行分析 数组D中 存放了1000个已注册的用户名 采用选择排序 按非低增序列排序 第一遍数据加工过程的流程图 如图所示 流程图空白处 因填入的正确语句是什么呢 老师 小雅在之前的分析中告诉我们 按照非低增序列进行排序 在第一遍加工过程中 就是找出数组中最大值的元素 将它与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交换位置 在之前的学习中 我们知道可以用变量 K来记录最大值元素的下标 让它的出值是带排序范围的第一个数组元素的下标 因为是第一遍加工 所以 变量 K的值为1 变量 J控制循环实现打类台找出最大值的元素 因为是找最大值 所以 编号为1语句是DJ 大于DK 当该分值条件成立 应将最大值的元素下标 记录在变量 K中 所以 编号为2语句是变量J的值负值给变量K 经过这样的处理后 数组元素DK 的值集为D 1 到D 1000 范围内的最大值 小达同学对选择排序算法事项的理解是很清晰的 他的分析也是正确的 排序后 数组中的数据就有序了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用对分查找继续来解决小达的问题 在新课学习时 我们知道 对分查找算法 首先将查找件K 与有序数组中处于终点位置的数组元素比较 如果终点位置的数组元素的值 与查找件不相等 根据数组元素的有序性 就可以确定 接下来应该在数组元素的前半部分 还是后半部分进行查找 在新确定的范围内 继续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查找 直到数据找完为止 对分查找算法的特点是 查找前要求原始数据有序 每次将查找范围缩小一半 查找效率较高 用循环结构实现数据元素变利 分支嵌套分支结构 实现各元素值与查找件 是否相同的判断 以及缩小查找范围 数组递中存放了八个 已注册的用户名 以按非递增次序排序 如表所示 采用对分查找的方式 查找用户名小达 是否已被注册 第一次查找的数组元素是哪一个 第二次查找范围又在哪里 查找过程中 共比较了多少次 老师 第一次查找的范围是 第一到第八 根据对分查找的算法思想 第一次查找的数组元素是第四 第二次查找范围是 第一到第三 根据对分查找的算法思想 第二次查找的数组元素是第二 第三次查找的范围是第三到第三 因此第三次查找的数组元素是第三 找到小达 所以查找过程中 共需要比较三次 谢谢小月同学为我们做了细致的分析 他的分析是正确的 数组递中存放了一千个 已注册的用户名 已按非低帧次序排序 采用对分查找 在数组递中查找用户名小达 是否已被注册 若要实现此功能 流程图的空白处正确的语句是什么呢 老师 该问题中 数组递存放的是已注册的用户名 并按照非递增次序排序 如果当前终点位置 M的数组元素值低M 小于查找间梯 记录查找范围的第一个 数组元素的变量 I的值不变 记录最后一个 数组元素的变量 J的值要改变 所以 编号为一语句是M-1的结果 负值给变量J 如果当前终点位置 M的数组元素值低M 大于查找间梯 记录查找范围的最后一个数组元素的变量 J的值不变 记录第一个数组元素的变量 I的值要改变 所以 编号为二语句是M加1的结果 负值给变量I 小雅同学对对分查找中查找范围如何确定 非常清晰 她的回答是正确的 刚才我们分别采用顺序查找和对分查找 帮助小达同学解决了用顾名查找的问题 顺序查找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排序 对于数据量比较少的查找需求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数据量非常大 一般采用对分查找 对分查找的数据必须是有序的 最后 我们来小结一下这堂课复习的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回顾了算法实力的内容 它包括解析算法 每举算法 选择排序 顺序查找 对分查找 希望同学们能在课后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 算法是计算机科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基础 用计算机解决问题都需要算法 请同学们 在分析问题 设计算法以及验证算法的过程中 提高逻辑视为能力 感悟算法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性 体会计算机解决问题的特点和不可替代性 本学期统一视频课授课结束了 后续请学校自主安排复习指导 同学们再见 期待 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